哈喽,大家好 有 Channel Member Join Member 问这个 Wong Engineering 这样我们就来看看下 基本上呢 它已经是 撤破了这个200天的均线 之前有几次 想要去挑战这条 都是没有能力突破 还是掉回来 所以这一个 200天均线呢,迟早是 会往下去的 这个就是一个 之前讲过很多次 没有突破200天均线的 基本上呢,技术分析者 是 会避开,尽量的去避开 如果那些没有避开的 都是因为他们要做 反弹,做短线的 我是讲技术分析者 如果你是 投资者的话 长期投资者 这个是一个机会给你 现在是不是满路呢 但在技术分析来讲呢 还不是啊 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一边 这一条线 这个是M头 而这条线呢 这条线呢 就是0.56 就是它的紧线 它已经是踩破这个紧线了 踩破紧线之后 它在这边底部就弹上去 弹上去 对不对 如果是用形态 它弹上去 可能是一个跑命波 意思是说 如果它弹上去 它没有能力再去突破这个紧线呢 就会 下跌嘛 下跌的话呢 这个就符合这个M型的 M型的这个形态 就说它这边可能有一个 呃,戴富 这边了啊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小心 现在要看呢 就是说它到底有没有能力 突破 站回去这条紧线 呃,我觉得好像有点困难啊 因为现在大市这个什么 NASDA又跌 呃,美国又大跌 整个市场的群细都是非常不好 所以你要它突破这个紧线呢 是有点困难的 再加上你看到这边 一大堆套牢盘 呀,so 这些人呢都等着解套 都等着要卖出去 主要它 我觉得 之前如果这一次这个的时候 呃,没有卖到 就说这个TEPPOR这个紧线没有卖到 如果回去的时候 没有能力突破 又又撑回来 啊,这个要卖出去了 这个一定要 站在技术分析来说呢 是要卖出去的 呀 基本面 就看它的这个 其它的这个因素 但是技术 分析者呢 是会卖出去的 因为这一个呢 是一个 呃 很凶狠的这个形态啊 这个这个POINT啊 呃 因为就是说它已经是 confirm我这个 M头是有效的 呀,这个是非常非常 呃,一个 准确的这个 讯号啊 所以关键呢 还是看0.56 没有 如果不可以 站上去 又撑回来 应该就要卖出去了 呀 如果要 当然如果 它有能力站回去的话 诶 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个 马路机会 呀,这个是技术分析讲的啊 当然 无论如何 MF200没有站上去呢 这个都是很难搞 OK 这个就是我对Wong Angeline的一些看法 也分享了这个 M头的一些 呃 一些 呃 怎么说的 我的了解啦 呀 可能跟 可能跟这些教科属一点不一样 但是这个是我的了解 呃 只是分享给大家 并没有任何买卖意见 呃 你的钱 你自己做主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就帮我去学 帮我去like 呃 如果要喜欢喝咖啡的话 就 join my member吧 呀 谢谢大家